大家好,歡迎收看《股壇思見》 我是私基金的李浩德 我旁邊是大家都很熟悉的施永青先生,施永老闆 接下來我們每個星期都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對股票、股市的看法 今天就是第一集,不如我們首先訪問施先生 看看你現在最新近對股市的看法 股市升到這個位置,今天剛剛又過了29,000 都令到別人有少少猶疑 究竟股市會繼續上衝呢 都升了那麼多,會在這些水平先調整一下 兩個多月升了4,000多點 其實升幅也不少 但是我自己看,無論香港股市或中國股市 都需要數以免計 10年了,10年應該A股都沒有動過 是的,其實之前這麼長一段紅市 是嚇走了很多人 我們搞C基金,C可以代表China 最初很多人擔憂 這個時候哪裏還有中國概念 中國概念是抽資概念 加上美國好像在對付中國 我們還搞中國概念的基金 是很不合適意 但是實際上,我們1月2日 形勢轉 形勢就逆轉 反而我見最近一些美國投行 都將中國… 奧歸 奧歸加大的比重 就是會撥多些資源下去 這些轉變其實是一個很長的抽資 抽一下抽一下抽到… 我相信去年年尾就抽到乾 現在要撥過去 我相信也不是幾個月就完成的事 所以我自己認為 二萬九不是頂部 最多都是… 即是開始上衝的 遇到少少阻力 在那裏整固一下 然後再上 所以我自己看 中國流向或新興市場的資金 是未留下的 所以整體來說 我相對樂觀 即是這個時候 你可以換一下馬 但是就不適宜抽資離開 以為又會下很多讓你入市 之前升的是… 難抽比較多些 或者升大圍的資金 比較多些 一看很多ETF在這段時間 都用了進來 是 我相信 跟著可能 一些人會選擇一些個別股份 尤其之前被忽略的那些… 那些… 近期三月都是業績期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一些做得好的公司 股價反應都不錯 所以我自己是… 相對樂觀 港股、A股都看好 是的 尤其是A股 應該就… 會更多外資進去 好 不如另外一個話題 有些觀眾都要問問我們 大部分散戶都會… 在這段時間見到 升了那麼多 可以膽怯一些 近期樓市又升了一些 小陽春都很厲害 有些人問一下 究竟現在這一刻 如果真的有些… 閒錢 真的可以去投資的話 股市只是樓市好呢 我們就問問阿詩先生 我做開地產的 我覺得投資地產都有很多優點 你買樓是投資與使用共存的 你可以一路用 一路又投資 股票沒得用 只有看回報而已 但是樓市你起碼賺回 用賺回的租 所以買樓有這方面的優點 還有買樓是跟大圍一起上 股市有個別股份的表現 可以差異很大 一隻增長的股票可能升得很急 譬如一間公司管理不善 管理層又走老 管理就買中了你就大市好 就沒你份了 所以不算太熟細緻的情況 買大圍的樓最多升多升少 如果大圍升的話 所以普通人我相信 以前大部份都會 香港人買樓回報比較多些 另一方面買樓就不靈活 是缺點又是優點 因為不靈活就不是打電話 更加手機就賣鬼了 一言記出事馬難追 樓你又要看樓 又要跟人討價還價 過程中令你頭腦清醒些 做錯決定 有時還可以賠訂賠佣 都還可以扭轉頭 所以我自己覺得 如果你不是很多錢 又未有樓住的 可能就買樓 但是如果你說升幅來說 樓已經升了十幾年了 應該近歷史高位 跟歷史高位相差一點點 不是大舉日市去加重貨的時候 反而股來說衰了很久 如果現在從時機上來說 股票的空間大些 所以如果你肯花些新思研究 或者買個好些基金 股票來這段時間的升幅會大 不過股市也因為太容易買賣 太多消息 也有複雜性 但很多普通人未必是做到 因為有時不是純粹是眼光到不到的問題 而是買股的時候需要一定的心理質素 這一點我們下次都可以講一下 具備什麼身理質素 你就有機會將你的智慧 真是realize 成為自己的利潤 如果你身理質素有缺行的話 你體重都未必賺得多 這個可以下次再講 但純粹從投資回報來說 長遠都是股票的增幅比樓大 但股票衰起上來都會衰過樓 我覺得有自主的物業做基礎 有樓收租 還有閒資 不妨學習一下買股票 師生最近是買多些股票 還是買多些樓 我最近的比重是樓和股票差不多 其實我以前最常見的 我的組合比例是四三二一 四成物業 三成股票 兩成現金或債券 一成黃金或其他貴金屬 其實樓的比重略為減少 股市的比重略為增加 現金的比重略為減少 黃金的比重略為增加 即是又進取又保守 即是股票和樓… 水中取 樓降低了些 但黃金也有趣 黃金為何會增加呢 黃金其實又沒有利息 沒有回報 儲存還要給倉租 很多投資者都不保守 如果長期來說 近年都是不一般的 但我見美國最近縮表 可能到一階段 其實理應是未縮完的 即是你QE的時候 抗表 抗得很大 縮少少便出事 即是不容易縮 不容易縮 即是這個世界其實都是 即是被用新的泡沫去頂舊的泡沫 我擔心萬一貨幣系統出事 都有一些渣靜 黃金就是… 危險 這些風險 我不是打算在那裏賺錢 那裏不是賺錢 而是希望真的出了什麼大事 都有一些渣靜 今天很多謝阿施先生和我們分享 他對股市最新的看法 如果大家有問題 想問阿施先生關於股市的評論 歡迎到以下的網址 可以留下你們的問題 下一次阿施先生會為大家加油